市長,阿扁的新書裡面有寫到,合併現象2014年有條件,未來沒有條件,台北有沒有可能變回天龍國? 什麼意思? 就是不會再有打破藍綠的一個市長? 歷史未來是不可預測的,我們就是努力去做,就這樣 你覺得怎麼樣表現如何? 我覺得這樣,我們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所以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就好 就好像醫學,我是重生醫學的專家,你還是問我那個灰指甲什麼治療,我也不會 所以我倒覺得不會就說不會就好了,不要扯那麼多 你覺得他不知道智晶區這件事嗎? 因為他這樣推的就是智晶區,他是蠻重要的東西 其實智晶區相當複雜,像以前那個台灣南空城要推國際醫療,我大概有參與 所以我也知道說他的困難在哪裡 因為你很難在一個,比方說同樣是醫療人員,在外面是看健保,到裡面全部智慧 連我們醫生都會精神錯亂 所以這個,他難是難在怎麼做區隔,這個是很難的題目 他基本概念好像也說不太出來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蠻複雜,而且他又有物流,又有醫療,又有金融 有很多面向,所以也不可能什麼都懂 你知不知道他昨天智晶區的質詢,黃傑在質詢的時候,結果他翻了白眼,現在奪到了鄉民女神,把高嘉瑜的風采比下去,那你怎麼看 那你覺得誰翻白眼比較可愛? 這個回答 市長你剛剛的那一番話是不是有在幫韓國瑜解釋說其實在那個位置是很難為嗎?還是你再幫他說話? 不是啦,我跟你講,我們不可能什麼都懂啦,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就好了 徐永明現在有一個說法,說郭台銘都會辭職了,然後來參選,你跟韓國瑜有可能如果要參選會辭掉市長嗎? 當然不會 為什麼? 再講吧 因為你還沒要參選的意思嗎? 我們都還沒要參選,不要緊張啦 他說如果你們跟韓國瑜都是帶子參選的話,會成為台灣史上最大的笑話? 唉唷,台灣笑話太多了 好來,最後一集有最後一集 市長有議員要恢復那個禁老金的i14,這部分的話你制服的態度是什麼? 哇,這個要專訪來回答 因為這樣,這個要花時間 對我們來講,我們要思考同樣的錢怎麼用最有效力 你現在問我的話,應該是老人的健保補助優先恢復 那個要先處理 因為你花他一千五,問題沒有解決他的問題 可是讓所有的老人,特別是在排富以後,所有的老人有健保的保護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所以這樣 錢就這麼多,錢怎麼用可以辯論 當初取消的理由已經消失了嗎? 那個重陽敬老金,我個人是反對 因為他是不分青紅皂白,而且是沒有政策引導性 不管有錢沒錢,要花一樣的錢 而且他是就花現金,他也沒有控制他流向 所以老實講,這個是沒有政策引導性 而且是違反社會福利要偏向弱勢的理念 所以普遍的花重陽敬老金,這個是我是反對的 我們比較是健保的補助 健保補助是這樣 不管怎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兩樣要社會主義,一個教育,一個醫療 所以坦白講,作為一個醫生市長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要讓這種健保的保護,要能夠Cover大多數的人 這是優先要處理的 市長怎麼看蔡俊維去? 蔡俊維去的現象